过去大家都知道民进党是在北部艰困 中部稳定南部完全躺着就可以上 现在如果一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当时在今年稍早的时候 整个选战的绝对国防圈 对绿营来讲是在新北 新北苏贞昌选得很好 如果没有意外是有跟侯友宁一拼的空间 因为苏贞昌能战敢战 侯友宁相对比较保守 而且他的口才比较差 他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辩论 连党内初选都一样 所以当时党的规划是 新北只要交给老县长有赢的机会 他的竞选的技巧也非常好 团队也非常强 但没想到后来受到拖累 包含了东场说 包含了一些对中央执政的怨气 都灌到老县长身上 所以这个防守线退到台中 台中原先的估计也是有执政优势 而且卢秀燕就你都不要怎么做 他自己就会出很多问题 但没想到空污问题都还没有发生 因为原来的决战点在台中 是设定在花博开始 我今天有人有钱 我有宣传预算 跟卢秀燕那边打的是 那花博开始11月就要空污开始 我两边要用这个决战 所以才会主推一个空污公投 跟深奥的公投 希望能够两个东西 加强11月24号的投票 但没想到选着选着 竟然就在这么 卢秀燕也没做什么多的事情 然后他自己也做了一些措施 然后林嘉隆的这个事情 也没有大失分 结果出来几则民调 竟然是卢秀燕为辅领先 所以这个绝对国防圈又往后退 没想到一路从这个新电锡 退到浊水锡 最后我这样讲 今年年初的时候 如果你问在座的大部分的人 那没有人会想到 我们的民进党绝对防卫圈 退到高频息 因为现在所有的媒体讨论 网路声量跟民调的集中 跟大家的观察 全部来到高雄 一个原先 原本以为是民进党 最难攻不破的要塞 我们甚至讲了直接一点 当初韩国瑜是因为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所以国民党把他丢在那边 随便你自生自灭 你们家的事 没钱 没人 尽力 那没想到过了 选战现在剩下不到30天的时候 剩下24天 对 24天 明天就11月1号了 是就进入11月了 那整个选战变成重点 在高频息最后保卫战的时候 这个对这一次选战的操盘 我觉得以民进党而言 必须要深自检讨 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呀